春秋了暖宿世间白胎 大家好欢迎收听 翠花的秘密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对于生不生二胎 许彦纠结了五年的时间 女儿上小学之后 公婆一天到晚都在催她再生了孙子 每次许彦都会很直接了当地回应他们 生了孩子谁带 这个家庭的生活开支都是我在承担 我不工作 以后都得喝西北风 她一生了女儿之后 许彦因为家里经济条件不好 丈夫一个月只有四五千的工资 不够房贷和车贷 她只能拼命咬牙出去工作 而那时她白天要工作 晚上要带孩子 说真的 她常常累到崩溃 丈夫是一个成长力很慢的男人 家里的事情总是喊她几字 她才好也伸出手 心不甘情不愿的 分担一点家务 对于女儿 她几乎也没有怎么管过 都是由婆婆去管 所以在生活中 婆婆和许彦之间的磨合最大 常常因为带孩子引发争吵 或者又因为许彦加班 顾不上孩子是埋怨 婚姻本来只有丈夫两个人有关系 但是在很多中国式的婚姻里 与婆婆却脱不了干系 就因为生二胎这件事 婆婆三番五次地跟许彦吵架 而且有一次以生命威胁 这样许彦的丈夫一口就答应了二胎的要求 之后许彦也因为 关心到婆婆的安全 尽管令她感觉自己受到了严重的逼迫 令她感觉心里很是不痛快 但是她还是选择了妥协 这份妥协源于她对丈夫的爱 也源于女儿 一次一次请求妈妈说 妈妈 你给我生个小宝宝吧 这样以后你们上班 就有小宝贝陪我玩了 对于女儿一次次的要求 她甚至即便自己努力 抽出时间陪伴女儿 可是自己工作 给予女儿的陪伴真的太少太少了 许彦之后对丈夫提出了一个要求 要我生二胎也可以 但是我做月子期间 得由你来照顾我 在准备生二胎时 许彦因为曾经遭受过一次月子的苦 所以自己先存了15万 她就是希望自己即便是一年出去 不工作 至少家里的生活质量 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而她自己也不用遭受太多的委屈 在怀孕期间 许彦因为缺乏安全感 一直坚持着努力工作 目的就是想多赚一点钱 说不类都是假的 有一次因为工作上的失误 她偷偷躲在洗手间哭了 哭过之后抹去眼泪 继续去工作 后来熬到孩子快出生 她想来想去 想到月子中心去做月子 但是婆婆和丈夫一听说 一个月要花掉五六万块钱 婆婆第一个站出来反对 接着丈夫也说 你钱多吗 在家做月子不一样吗 那段时间 许彦敌不过一家人的反对 她很寒心 浅是她自己赚的 为什么她没有自由支配的权利 生孩子那么辛苦 为什么她不能对自己好一点呢 孩子出生之后 许彦选择了回家做月子 她看到丈夫像是一往一样 总是坐在沙发上玩手机 不满心里有一些月气 对婆婆说 妈 这些事让我老公来做 你去休息 谁知婆婆却说 她一个大男人做这些不方便 再说做家务的男人没出息 还是妈赖 一往许彦都在拼命工作 她很少思考她和丈夫之间的感情 也很少去思考 他们之间的相处模式 有没有问题 直到她生了二胎 在坐月子时 整个人都松懈下来了 她才发现 丈夫对她有多么的冷漠 在婚姻里有多么的懒惰 晚上无论许彦怎么喊她 她就是不行 那一刻许彦才知道 生二胎时 丈夫和婆婆都承诺会帮她带孩子 她也没有想过 完完全全将孩子丢给他们照顾 但至少在她需要的时候 能为她搭把手 让她在疲憊的时候 也能欢迎欢 有天婆婆因为她的住院伤病 而回到了江夏 到了晚上 许彦和老公做饭 老公便很快点了外卖 谁知外卖不顶饿 在晚上十点的时候 许彦又饿了 嫌麻烦的丈夫给她泡了一碗泡面 许彦不肯吃 并且对丈夫说 吃泡面对孩子不好 你重新去给我煮碗面 只知丈夫躺在床上不愿意动 说 吃一次没关系啊 你烦不烦 一天到晚就知道喊我坐这 喊我坐那的 那天许彦自己起床 给自己煮了一碗面 一边吃 一边哭 她觉得这些年自己的付出 真的太不值得了 今年的那一晚 她向丈夫提出了离婚 将老公变成了前夫 两人因为离婚 这件事大吵了一架 丈夫觉得她不知足 觉得她现在存了一点钱 翅膀就硬了 这些话就像刀一样 砸进她的心里 那一刻 她在心里说 这个婚礼定了 对于一个不愿意花心思 在爱她 在尊重她的男人 她也不想再和她同甘共苦 不想再和她相伴余生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你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感谢观看